这一条片想跟大家去讲一下如果我们要写一些罪事写人的文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如何加入多些不同的人物描写手法 令到人物的形象是更加突出的 其实人物描写手法主要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直接描写 直接描写其实有细分四种 包括这个肖像描写 什么叫做肖像描写 就是说对于人物的容貌 他的神情 他的身体形态 例如是高矽肥瘦 他穿的一些衣服的打扮 甚至他平日的姿势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直接一眼看下去看到的东西 就是他的外表 这些我们就叫做肖像描写 第二样就是语言描写 就是说我们可以描写那个人物 他的独白 独白就是说他自己和自己说的一些内心的说话 或者跟其他人物之间的对话 从而去反映那个人物的性格形象 第三种就是行动描写 就是描写那个人物的举止 他的动作 或者他平日的行为 都是去反映他的性格形象的 第四种就是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人物 他内心的思想感情的一些描写 不过这里同学就要小心一点 心理描写如果你是从第一身的角度去写 就是你是第一人称我 你只可以写我 这个自己的内心的思想感情 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人的心里想什么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篇文章是第一人称的话 你是不会写到其他人的心理描写的 你只可以写我自己的心理描写 这下来就和大家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通常同学们如果写文章 很多时候都会写到这些 譬如说 店铺的老板和职员都站在门口不断吸客 想吸引多些顾客进来 同学其实这些句子你们是写到的 但是你们可能就不懂得去加入一些人物的描写手法 令到这些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 他们的形象更加突出 譬如我们看回原本的句子 就说他们在门口不断去招呼 或者去吸引一些客人 到底他们说了什么的话 或者做了什么行为来吸引客人呢 我们看回这个改写了 一个更好的例子 我们看到韩式的这段文字 就说店铺的老板和职员都穿上整洁的制服 一身利利落落笑口吻吻 充满着期盼的神色 我们这里其实看到他是加入了这个肖像的描写 他描写回这些人物他们穿了什么的衣服 他们有什么的姿态 他们的表情 他们的神情 从而去反映回这些老板和员工 其实他们都很期待客人的到来的 接下来看看蓝色的字 每当有行人路过 他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大力招手 再说欢迎光蓝 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们用了这个语言描写 他们会大声说欢迎光蓝 和行为的描写 就是不厌其烦地大力招手 从而又是突出 他们其实是不断很忙碌地去 吸引客人 去光顶他们的 而且也能够看到 从他们的言行当中 他们是非常敬业 非常进责地去做好他们的本分 所以同学又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例子 可以去想一下 平时可能同学写文都只是一两句 简单去交代人物 他们做了些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详细 透过这个潮在描写 语言描写 或者行为描写 来更加突出人物的形象 其实第二种描写的手法 就是间接描写 什么叫间接描写 就是说通过刻画其他人物 或者透过描绘环境 来突出你所有写的对象 比如刚刚就是说直接描写 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呢 直接描写 为什么叫直接 就是说我们直接去描写 那个人物 他身上的潮障 他的言行 但是间接描写 就不是直接写 我们那个主角的 而是透过去描写其他的配角 从而 去突出那个主角的 间接描写 有细分两种 一种就是对比 一种就是衬托 其实简单来说 我相信同学 都会有一个疑惑 就是 对比和衬托 其实明明两个都是说 将两个事物 这样去做比较 但是对比和衬托 到底两个之间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很简单 对比就是将两个 都是主角的东西 去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对比 譬如就好像一套电影电视剧里面 可能有男主角 有女主角 对比就是将男主角 和女主角 两个都是主角的人物 相互去做比较 去做对比 而衬托 就是说 一个是配角 一个是主角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主次之分 譬如什么叫做正衬 我当举一个例子 比如 小明 他平时经常捐钱 他可能每次捐钱 都会捐50元 其实都很大方 每次捐钱捐50元 但是 小美 他就更加大方 他每次捐钱 可能都捐1000元 我们看到其实两个人 他们都是 很愿意去做这些慈善的事 亦都很愿意去捐钱 但是 小美 他就更加大方 他捐得更加的多钱 这就是说两个人 一个相似的性格形象 这样去做一个正衬 但是 一个就是 主角 一个就是配角 好 反称就是说两个人物 是完全相反的性格形象 比如配角 是一个奸角 他做尽坏事 当然主角就是一个好人 他是一个很有正义 感的一个人 这里我们就看到 就是透过一个配角 和一个主角之间的 一个陈托 来更加 突出 我主角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这个就是反称 这个就是反称 同学就要懂得分对比和 衬托 两者之间的分别 另外一种 就是 人物控托 什么叫做人物控托 就是说 从其他的侧面 去更加突出主角的性格形象 例如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透过其他人的评论 其他人的话语来带出主角的特点 例如同学可能都常常会听 可能 妈咪 你们的妈咪常常都会说 你看看人家的儿子 多聪明 可能同学都会听我这些说话 对不对 其实这些就是 譬如透过 你妈妈的说话 从而你会更加了解到 原来 我的那个同学 他成绩很好 他很厉害 或者他有哪方面很突出 就是透过 你妈妈把口 跟你说 这就是透过他人的评论 来带出这个主角 一个性格形象的特点 另外一种 就是通过环境 或者对于其他人的描述 来带出主角的特点 例如环境 如何透过环境 去突出人物形象 例如 如果我写的那个人物 是一个消防员 我想去写他一个很勇敢的一个消防员 可能 我描写那个环境 我就会说 就是那个火墙 就烟雷漫 非常之大火 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环境 但是 主角 消防员 他就一点都不怕 他很勇敢地 冲入火墙 去 救回那些伤者 你看到这里就是通过环境的描写 就是越是恶劣的环境 就越是突出到 主角的这个勇敢 坚强 坚毅 这些性格形象 这些就是一个控托的手法 我们现在就可以和大家去看看一些例子 同学就应该会更加容易掌握 同学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把这条片暂停一会 看回这段文字的内容 其实这一段文字我们看到 老师其实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的主角 但是你看到其实他开头 他就不是直接就说 老师他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 你看到 他是写了我 和其他同学 进行一些描写 他就说我和其他同学 在车里聊天 突然间就闻到 有一阵很吐心的气味 我和其他同学 就立刻就捏住鼻 因为觉得很丑 很吐心 原来是其他同学 有个人 他用车囊就吐了 你看到他这里说 本身我和其他同学 就很嫌弃 闻到这些味 但是老师 他就没有去掀鼻 没有很抗拒 没有很嫌弃 反而就立刻 走到那位同学的身边 立刻去慰问他 立刻去帮他 同学就会看到 透过文中的我和其他同学的言行 的反应 来到去反衬老师 他没有嫌弃那位同学 还立刻去帮他 从而就更加突出那位老师 的善良 而且是非常之关心 同学 很爱惜同学的 这个 形象特质 当然 你看到其实 红色的这一段文字 就是 老师他的言行 其实你看到 也有直接描写的 就说回 老师说了什么 他怎样去关心那位同学 然后他又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去照顾那位同学 所以这里 大家都看到 他有用反衬的手法 以及用了直接描写的手法 去突出那位老师的形象 好了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第二个例子 同学有需要的 可以 把影片暂停一会 很快去看一段文字的内容 这段文字我们看到 他也是继续去描写 这位老师 他有什么特点 你看到 就是红色这一段文字 他说同学们的目光 都被他奪走了 心情跟着 他的声音高低起伏 一会儿紧张 一会儿激动 一会儿害怕 一会儿兴奋 我们其实看到 这里就是透过 其他人 的反应 透过去描写同学们的反应 从而 突出这位老师 其实他 说书的时候 是非常引人入城的 非常吸引的 是能够令同学 很专心的 去听书的 令同学是能够 学习到更加多的东西 所以这里就是 透过其他人的反应 从而突出 这位老师 他是一位好老师 令同学能够有 上堂的动力 去听书 这样 对 好了 譬如一些实际的 写作题目 例如这一题 就是说 一位令我初责畏惧 后却心悦 成福的 训导老师 同学又可以看 这一段文字 怎样 突出 这位训导老师 是 他的性格形象呢 当然 前面这里 有些直接的描写 就是说 他就像一个狮子 他的声音 非常大声 令人很害怕 然后 大家特别留意 红色的这一段文字 就说他身上的香水味 就是一种警号 我们在远处闻到他的香水味的时候 都已经会很害怕 立刻就想避开他 很害怕和他相遇 我们看到这里也是 透过去描写他人的 反应 就是看到他很害怕的这个反应 去突出 这个愤怒老师 是令人很畏惧的 一个性格形象的 同学又是可以参考一下 好了 这条片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同学能够掌握到 用直接描写的手法 和间接的描写手法 去突出 那个人物的性格形象 令到你们写文章的时候 可以将你的人物形象 更加具体 这样表现得出来 那么 又能够改变